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很快就要召开北戴河会议之前 留给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可以说时间不多了 因为北戴河会议就是习近平、习家军还有雍习派 他们和反习近平派系的一个决战时刻 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呢 习近平和雍习派他们必须要确定一个基本的战略方针 就是在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习家军、雍习派 他们是拼呢还是不拼 那么所谓拼呢就是一定要拼连任 所谓不拼呢就是说放弃连任来争取一个体面的退场 关于这个问题呢 习近平团队内部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 一部分习家军和雍习派他们主张应该拼 要不惜一切代价拼到最后 可以说为了连任不惜拼到与死网破 另一部分习家军和雍习派呢 他们是主张是不要拼了 因为他们认为是拼也拼不赢嘛 还不如放弃连任来争取一个体面的下台和退场 这个体面的下台退场不仅是习近平本人了 当然也包括他的习家军和雍习派这些人 不过习近平本人在这个拼还是不拼的问题上吧 他是相当的犹豫 可以说摇摆不定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今天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 7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拉尼尔 威克拉玛辛哈 祝贺他当选斯里拉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这就是表示呢 习近平这段时间呢 他还是做这些礼仪性的事情 今天央视新闻联播的第二条新闻呢 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7月22日致电美国总统拜登 就拜登总统感染新冠病毒 致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店中表示 得知总统先生感染新冠病毒 仅向你表达诚挚的慰问 望你早日康复 这次拜登感染病毒啊 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好像美国呢 对他们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安全防范 做得不够好 不过对于民主国家来说 可能也只能做到这样的 不可能像独裁国家那样 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证国家领导人安全 到现在为止呢 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个省部级的高官 感染新冠病毒 那美国政府这些省部级的高官 至少一半都感染了嘛 最后拜登自己都感染了 但是呢 这次习近平给拜登致电慰问呢 恐怕会让中国那些拍手较好的小粉红 感到很失落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这次拜登感染病毒呢 他要和习近平在十天之内 进行这个通话这个事情 大概就黄了 因为拜登要自我隔离至少14天 近期内他是不太可能和习近平通话的 因为拜登和习近平通话身边要有高官陪同 要有翻译这么一个团队 所以呢 在拜登感染新冠病毒被隔离的情况下 不可能进行这样的事情 7月22日央视新闻联播 关于李克强的报道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持续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举措 增强经济恢复发展拉动力 确定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 决定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 李克强做的这些事情呢 都是进行一些务实性的恢复经济的工作 这也是表示现在习近平在务虚 而李克强在务实当前 中共这样的一个高层的格局 回到前面说的就是习近平团队 他们拼还是不拼的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整体的形势 对习近平团体是不利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大前提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团队内部就出现了 主战派和组合派 拼搏派和投降派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在战局很顺利的情况下 十拿九稳都能打赢 那么都是主战派 不可能有组合派的 可是在战局不顺利的情况下 就是在打赢的把握不大的情况下 组合派当然就出现了嘛 现在习近平团队 面对这个整体对他们不利的形势呢 必然也会分成两种看法 第一种呢就是主战派 拼搏派 他们主张是拼搏到最后 绝不放弃连任 第二种就是主战派 投降派 他们认为啊 即使拼搏也是拼不赢的 不如就见好就收 放弃连任 换去习近平和习近平团队成员 他们能够软着陆 能够体面的退场 当然了 这两种看法是各有各的道理 估计一时间 他们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要争论一段时间 所以呢 也不能把习近平团队就看成是铁板一块 看成他们意见完全一致 他们内部的争论其实也是很大的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习近平团队的习家军 拥习派这些高官 他们公开的发言 就可以看出呢 他们是主战拼搏派呢 还是组合投降派 那么先看一个今天人民日报的新闻 7月20号人民日报第四版的新闻是 中央统战部部长尤全 在辽宁调研时强调 做好统战领域防范化解 风险隐患工作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尤全强调 各级统战部门要站在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高度 充分认识防范 化解统战领域风险隐患的极端重要性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尤全在讲话中特别突出 要坚定捍卫两个确立 现在中共的这些高官说不说两个确立 就是表示他是否力挺习近平连任的一个态度的指标 如果他就说两个确立的话 就表示他要坚定的力挺习近平连任 就是主战拼搏派 那么统战部部长尤全在讲话时 他特别突出要坚决捍卫两个确立 就可以判断习近平团队中的统战部部长尤全 他是一个主战拼搏派 再看一个7月20号人民日报的新闻 7月20号人民日报第二版的新闻说 党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会议 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丁薛祥指出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代表会议代表要 提高政治站位突出政治标准 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建设高质量发展 确实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丁薛祥在讲话中 只说两个维护不说两个确立 这就表示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他不是坚定的力挺习近平连任 这也可以判断说习近平团队中的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他是组合投降派 再看今天的新闻 7月22号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 这个新闻说 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王沪宁表示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王沪宁讲话中 是特别提到这个两个确立 所以就可以判断 主管文宣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他是主战拼搏派 再看7月16号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 栗战书在西藏调研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 栗战书强调 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导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 坚持系统保护 协同保护 特殊保护 以科学精神制定一部 经得起历史和人们检验的好法律 栗战书在讲话中 是既没有提到两个确立 也没有说两个维护 这就可以看出来 过去是力挺习近平的 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现在在习近平团队中 他是一个组合投降派 那么在北戴河会议上 习近平和他的团队 是拼还是不拼呢 对于习近平团队是一个争论 可是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 他自己这个态度还是相当的不明朗 就是他在主战和组合之间是摇摆不定 我们看过去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他就是表现出来一种忽软忽硬 就是说习近平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或者主张 他是非常受就是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习近平听了主战派的主张分析 他就认为主战派说的有道理 可是他在听了组合派的分析主张 他又认为组合派有道理 所以习近平他没有一个自己很明确的主见 就是表现出来就是摇摆不定 一会儿听这个一会儿听那个 那么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习近平本人又拿不定主意摇摆不定的情况下 那么习近平团队内部必然就要发生一个激烈的争论 双方都想说服习近平来采纳自己的主张 所以我们就等着看北戴河会议之前 习近平他最后怎么决定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